每个爱车的男人 或许心中都有个当F1赛车丑的梦 那用两个词来形成F1 那就是速度与激情 那再用一句话来描述F1的历史 就是赛车运动的历史 也是梅赛德斯奔驰的历史 188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 只为了实现梦想 造出了第一辆汽油三轮车 最早的赛车运动 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萌芽的 当年欧洲一群极不可耐的小贵族 广发暂帖邀请各路厂家 来巴黎和凡尔赛之间进行汽车比赛 不过真实的情况就是菜鸡护卓 当时的汽车发动机马力 只有可怜的0.85匹马力 就是一匹马力还没到 还没真的马力气大 太小了 那作为对比 一个健康成年人给丈母娘搬个衣柜 也能产生一匹马力 虽然这些小马力汽车 最高时速只有21公里每小时 但是却带给这群年轻人 前所未有的快感 在无疑间成就了世界最早的 汽车赛车比赛 1894年出现了一个推动 戴姆勒走向赛车运动的灵魂人物 当时的德国企业家 艾米尔·耶利内克 也就是戴姆勒最大的经销商 这1899年 艾米尔·耶利内克 向戴姆勒公司买了一辆 23匹马力的赛车 并用女儿的名字 Mercedes来命名 之后便参加 法国尼斯之旅汽车大赛 拿下了冠军 这艾米尔·耶利内克认为 怪女儿之名犹如天柱 在这个时候 艾米尔·耶利内克 宠女狂魔 抓住一切机会 来表达对自己宝贝女儿的爱 那戴姆勒那个时候 出了一批35匹马力的车子 他是急需经销商 去帮他去卖的 好了 这个艾米尔看准了时机 和戴姆勒签订了 一整年的订单合同 但是有个前提 有个条件 你必须以我女儿梅塞德斯 耶利内克的名字命名 面对这种丧心病狂的要求 戴姆勒竟然也丧心病狂的同意了 于是新车就被冠以 Mercedes之名 开始消往各地了 那因为戴姆勒汽车 改名成了Mercedes 而且又是大马力 所以被一群爱搞事情的法国人相中 还办起了比赛 成立了国际赛车运动协会 但征服欧洲赛场 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了 1907年 这群爱搞事情的法国人 怂恿谁 怂恿大清朝 举办了一场北京巴黎的超长汽车拉力赛 北京出发 经过巴达林的时候 这个车队因为没有精脏高速可以走的 只有崎岖山路 坡度又太大 动力又不足 通过人力往上拉 累死了骆驼又累死了人 经历了两个月 长途跋涉终于达到巴黎了 这吃瓜群手 大伙过瘾啊过瘾啊 看个汽车比赛还死人啊 那时间到了上世纪30年代 到了欧洲赛车 疯狂大跃进的时候 这汽车企业都开始为赛车事业而奋进 当然少不了奔驰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 那个时候国际赛事主办方 为了区分不同国家的赛车呢 这个用车身颜色来区分不同国家的赛车的 那就有了如今的这个传统了 比如说呢 法国们蓝色 意大利们红色 英国们绿色 白色们就变成德国的颜色了 这1934年6月 没赛得失准备参加这个欧洲纽伯格林大奖赛的 那个前夜出事情了 这个W25赛车 采用激进完美的这个轻量化设计 做得非常好 但是车子超重了 超出比赛规定限制了1公斤 这个这个 你超重的比不来了了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 怎么弄的 我总不能卸掉个轮胎 三个轮子给人家比吧 这车队负责人 阿尔弗雷德纽鲍尔 45度仰望星空 正好此刻天冲一锅流星划过 仿佛得到了上帝的指引 随即做出一个名垂青史的大胆决定 哥们们把车身上那个白色油漆 全部给我刮掉 露出原本这个金属银的这个铁皮色 那看着这个成功减重的赛车 这个阿尔弗雷德纽鲍尔露出了 姨母般的微笑 那么第二天出场 W25万众瞩目 犹如银袍加身 由于这个属性加成自带光环的W25 轻松赢取赛场光军 银剑这个名号 从此响彻在车界 那经过三年改进 新型号的这个银剑W125 最高时速300公里每小时 恐怖了 在欧洲大奖赛上上演着统治级别的表现 当比赛已经不是比赛 变成了屠杀 按在地上摩擦 这观众的热情就降低了 不好看 就和中国乒乓球一样 反正三面国旗升起来都中国 不看了不看了 于是这个赛事主办方 不得不开始担心起了 这个W125的安全问题 所有残赛车的这个排量 需要严格控制一下 最终这个梅塞德斯 遛不过主办方 被迫推出了这个3000cc排量的 W154赛车来应战 就相当于是强制性被阉割了一下 那在这个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那赛事也就被迫停办了 那么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当中 虽然资源有限 而且战量频繁 但是欧洲人民对赛车的日情 依旧不减 这双方短时间的休战时期 休战 后面还要继续打的 军民一家庭 私底下搞起来什么战区越野拉力赛 真的是 这汽车协会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止脚步 这1946年汽车协会更名为国际汽车联合会 把旗下众多赛事搞了个整合 Formula 1 Grand Prix正式更名为 FIA Formula 1 World Championship 简称FIA 这战争结束后的几年 各种汽车赛事在欧洲大陆上逐渐就复燃了 这个时候国际气联专门挑选了 英国银石赛道 作为F1比赛的世界首秀场地 银石赛道的前身 是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机场 这硝烟气味让这个比赛战火卫 变得更加的浓烈 这个赛场受到了国际各界的关注 也传到了东方记者的耳朵里面 可是国际气联万万没想到 香港记者不了解赛事名称的由来 也没有学习一个就是听风就是雨的 把原意为公式方案准则的这个Formula 翻译成了这个方程式 好了 在国际气联发现 报道上出现偏差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没办法 那将错就错就这么叫吧 就叫一级方程式大奖赛了 一直用到现在 那么二战之后的1954年 梅塞德斯重返赛场 派出了W196型号的赛车 从法国战开始拆赛 处子秀便由方吉奥拿下冠军 之后呢 方吉奥又驾驶W196 鬼死神差地拿下了全年12个赛 几乎所有的冠军 奔驰重返赛道巅峰 夺得了当年的车手总冠军 就当梅塞德斯车队如日中天的时候 一件事情改写了车队的赛场生涯 1955年7月11日 法国勒芒24小时拉力赛上面 这梅塞德斯车队的车手皮雷莱夫赫 因为操作失误 导致赛车冲进人群 造成81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梅塞德斯车队深知罪念深重 随即决定退出所有比赛 这一年法国 瑞士 德国 宣布取消F1大奖赛 瑞士更决 禁止了所有的赛车运动 这梅塞德斯奔赛在赛车运动史上 最黑暗悲惨的一年 淡出了F1大奖赛 但是他们对赛车的热情 并没有因此削减 告别只是暂时的回归 也就是时间问题 在梅塞德斯退出F1的几十年时间里面 一边为F1提供赛车引擎的技术服务 一边默默记载着赛场经验 到了1998年 梅塞德斯看准了时机 拉拢了当年因车手跑路 本田断供发动机 而萎靡不正的麦凯伦车队 短暂组成了麦煤车队 成为当时集技术和科技为一体的顶级车队了 这超募的芬兰人 米卡哈基宁也是积极给力 这驾驶装配着奔驰 提供动力单元的麦凯伦赛车 一举夺得年度车手冠军 不仅是为麦凯伦提供引擎技术 还为索博等其他的这种车队提供帮助 所以梅赛德斯喜提F1车队共享维修站的称号 中央空调 在2009年 戴姆罗公司CEO迪特赛车 因主办方邀请出席F1德国大奖赛 看着别家F1赛车在赛场上 这么在那边呼啸驰骋 观众席上面这个大老板 这个赛车就坐不住了 冒汗要抖了 扭头跟身边的AMG主管 比亚斯摩尔斯弹了起来 看他一眼 他也看我一眼 弄不弄了 老板 弄 好 干 到了年底 花了大价钱 收购了当年冠军车队 布朗吉P75.1%的股份 然而新级的大老板菜车 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 同年11月16号就直接开始宣布了 梅赛德斯吉P马斯佑F1车队成立了 不久之后 这个AMG招募尼克弗莱入队掌管 两年后车队更名为 梅赛德斯 AMG马斯佑F1车队 在2012年 精通五国语言 唯独不通自己国家语言的芬兰人 这个尼克罗斯伯格在中国战 赢得了重新舰队以来的首个奋战冠军 同年呢 F17冠王迈克苏马赫 在赛季结束后宣布退役了 路易斯汉米尔顿成为了 尼克罗斯伯格的新队友 那接下来 F1运动迎来了 发展史上最具转折性的2014赛季 1.6升涡轮增压引擎和动力回收系统的运用 给F1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这一次重大的技术规则调整 按下了F1散策中的Reset复位按钮 过去的规则全部重新洗牌 谁能更快地适应规则 更好的技术 谁就是那个王 King of Kings 真不巧 梅赛德斯说 我有啊 这暗暗地给F1做了几十年 技术引擎服务的后勤保障部门嘛 这个梅赛德斯嘛 恰恰在引擎方面 有着时间积累的独特优势 W05 Hybrid车型上配备的1.6升 V6涡轮引擎单元 配合ERS系统 在性能 耐久 油耗各方面 都完美地展示着教科素式的优越 完美契合FIA最新的规则 哎 这一年的俄罗斯F1大奖赛上 汉米尔顿驾驶的W05赛车 夺得本赛季的第九个冠军 提前帮车队拿下了那一年的车队总冠军 谁曾想60年后 以车场身份再冲冠军 这也是梅赛德斯终于F1赛场的最好证明 2017赛季 见证了无数梅赛德斯AMG 马斯佑车队的高光时刻 9次最快圈速 12个分赛赛怪军 车队4连贯 车手4贯王 一系列的荣耀加冕 2018年赛季 汉米尔顿驾驶全新的W09夺得 11场胜利 11个甘位 年度积分超过维尔特88分 这足以证明他 拥有足够成为G-O-A-T的一切数字 全称Greatest of all time 这个赛季 五连贯的梅赛德斯车队 终于成为了历史最假车队之一 德国车队真正强大之处 在比赛中强大的团队作战能力 哪怕赛车它本身处于劣势 总能做到扬长臂短 效果最佳 如今梅赛德斯拥有强力的资源 大将汉米尔顿的一次胃冕 成功让梅赛德斯在涡轮混合动力时代 站上了F1的顶端 在刚结束的2019赛季 中国大奖赛上 汉米尔顿以一小时32分06秒350的成绩 夺得了分战冠军 看看今年的迎接梅赛德斯 能不能追凭血色法拉利 成为F1历史上 第二支连续6年双料冠军的车队 同样作为赛场冠军末 而努力的马自大车队 花费了18年的青春和汗水 不断地挑战法国热忙24小时耐久赛 凭借马自大787B车型 高性能4转直226B发动机 赢下亚洲车企 首次以及唯一一次综合得分冠军 虽然转直已经没有了 但这一个荣耀 至今仍然引领着马自大 在Rodest领域继续吃层 东赢宝马是否能够再造一个传奇 期待的小伙伴们 你们看看下期我做什么 努力点赞转发 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订阅按钮 关注我的频道 想要我下期做什么节目 留言我会看的 备胎说车 下回见